停又 Route 好人业游戏天天开心 各位现在观众友太喏猴啊 我们的邪恶巫师甲方 终于出来了 那作为阿拉丁神山当中 著名的反派角色 它的强度也真的是非常的高的 在纯岸队当中 有非常强大的辅助性 那么之后会来找时间介绍甲方 也就是邪恶巫师这个角色 那今天我们先来看一下 故事模式第一章的通关吧 首先第一关 占星术师 通常这个系列 他主打全岸队 那也势必就是岸角丢一丢就好了 像主坦位副坦位 主坦位 然后辅助角输出跟辅助丢一丢结束 第二关也一样 我连看上面叙述都不用看 我直接看下面角色 来一定有一个主坦位 一定有一个副坦位 亚当跟梦艳我自然选梦艳 再来一只辅助输出 加上一只主输出 一样轻松过关 那这个提示说实在的 我自己觉得是超级没用的 他说讲一些我们大家都知道的干话 好 好那这第二关 一样主坦辅助副坦 辅助输出跟主输出这样子 然后流窜载图我们一样不看直接来 通常看到主坦一定选一个主坦位 再来有一个辅助 梦艳马林黑桃王子 这样组就可以过了轻松愉快 好那是我们这一次第一张的一个故事内容 给大家看一下吧 一之一没有错吧 一坦两辅助两输出 第二第二第二关 一个主坦位一个副坦位 一辅助一辅助输出加上一输出 那我们的一之三也一样 一坦一辅 一坦两辅 加上两输出 一样都是轻松打 只能说这次的活动关卡真的非常的简单 那是我们第一张西部摩尔族的部分 好喜欢我的影片记得点赞订阅加分享 有任何想跟我说的 欢迎下方留言跟我TalkTalk 我一定会一一回复你的 人类游戏天天开心 就让我们下一支影片再见咯 See you next time 拜拜 拜拜